民众上传影片拍下 今年5月 有一间公庙绕镜时 其他神坛的八家将 竟然是跑到派出所的门口摆镇 当时过程才一分钟 他们就离开了 但是也被质疑 是不是在向警察来挑衅呢 对此公庙解释 八家将是阴间的警察 当时单纯是跟阳间警察来召会一下 但是看在秘里老师眼里 这样的行为其实相当的不礼貌 公庙绕镜经过 四名八家将还有镇头人员二话不说 直接走向派出所 三名家将当场摆镇 还不断使着手上的法器 全城都在门口完全没进到派出所内 不到一分钟时间 最后自行离开 事情发生在今年5月25号 地点就在彰化芳苑的20派出所 影片最近曝光被民众抛上网 由于现在正值农历7月鬼门开 就被质疑难道是派出所不干净 公庙绕镜经过 才会特地绕到派出所去 有人觉得这分明是镇头闯到派出所地盘 骑到警察头上 临时起意 并在派出所门前进行消灾祈福仪式 只是过去像是马祖绕镜 都有在派出所停价的记录 公庙八家将的消灾祈福 反倒很少见 公庙就表示 当时这些家将属于其他神坛的镇头 单纯是阴间和阳间的警察 相互照会 照会然后是祈福的意思 并不是说代表那边不好 怎么样没有 当地的这个派出所比你八家将的层次还要高 不合宗教的情侣 尽管公庙界事实单纯的消灾祈福 不需过度联想 但看在命理老师眼里 镇头眉事先知会就闯入 还是违背基本的宗教礼仪 也难怪引发民众议论纷纷 接下来到我们的彰化 看不到